乐一半 那么知道苦的时候啊 就想要乐 想要能够这个修行 可以得到这个好的善报 那么他就想要有这个发心 想要这个修行 那么天道也难修 我以前啊 我经常一直在想 为什么天道难修 这个天人他本身来讲 天上的人啊 他本身比人道更有智慧 更有福报的 为什么天道难修呢 那么法师就讲 因为啊 天的乐趣太浓 他舍不得天气 也就是说 他舍不掉那些天气 天的乐趣 天上的这些乐趣 太浓厚了 因为舍不得 所以他不会继续在修行 那么我常常这样子想 我的想法跟那个法师的想法 列有不同 我认为啊 这个天人很有智慧 他的福报啊 天气很浓 没有错 但是他的智慧也够啊 他应该懂得保持 他这样一种天的乐趣的话 要保持那个福报的话 他也会认真去修啊 哇 我想的跟法师想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经常在讲习福嘛 你要珍惜这个福分啊 你不要把这个福分给他用掉 那么天上的这些神仙啊 他为了珍惜他本身 所以已经得到了这些天福 天上的福报 他应该懂得习福的 他要懂得习福的话 他也要修行 他福分不要用完 他在天上更好修行 所以我认为啊 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啊 我的想法是说 人不要以为人道最好修行 最适合修行 我的想法是 天道也好 也很好修 我这个想法 跟中哥八祖师的想法 是一样的 中哥八祖师不同 他说 在人道跟成佛之间 这个中间 隔了一个天道 假如你能够修天色身 再加上空性 你就会变成 速成道 也就是说 会很快速的成佛 你以人道来修空性的佛 很难 很困难 不如你以修天色身 不如你以修天色身 再加修空性 然后成佛 这样子比较迅速 那这个在这个中科八祖师里面 他是有写到 就是在 就是在 在十九月最后一行 里面修我论营 以事当之 如修无我 广大自信 广大自信 一须无一而修 此中广大 既天宜家 广大之礼 下当广说 这个此中广大 既天宜家 什么是天宜家 这个天宜家 就是修天色身 叫宜家的意思 就是相应 跟诸天相应 密教里面的法 广纳诸天而修 那一般的 一般的这个显教 他不主张 供天 摘天 修天 他比较不主张 他说 学佛 就是 你就学佛就好了 也不要供天 也不要摘天 也不要修天 但密教不同 密教广纳诸天而修 所以密教里面 有很多天部的 有很多天部的 有些咒语 其实这些天部的咒语 完全是在修方便 广大方便 利益人天 这一点 这一点我认为 这个密教里面 广纳诸天而修 修天色身 直接升天 再由天道配合空性 来修成佛果 这也是一个很快的方法 不用直接修空性 不必要直接去修空性 有空性跟天色身一起修 这是密教的法 显密有所不同的地方 跟密教经常饮受人家的攻击 跟这个有点关系 因为密教有诸天部的话 跟显教是不同的 这里面 这个论里面所讲的 这由自治性 所成圣生广大体性之果 从自治体而修 这里面就有三个 什么是自治性呢 什么是广大体性呢 什么是自治体呢 所谓自治性就是佛性 所谓广大体性呢 就是天性 天上的性 自治体就是色身 这个是经过三个阶段 经过三个阶段去修行 是不一样的 那么中哥巴祖师的意思 就是希望 我们行则 依照这三个阶段 去和修的话 这是一个宿集到 比较快成就的 一个方法 这个师尊本人 对这个天 一直都是很恭敬 这个佛陀本身来讲起来 他也要叫我们六念 六念 这个佛陀也教过我们六念 你要念什么呢 其中有一个念 就是念天 还是要想念天 变佛陀便没有叫我们说把天排除在外 他六念当中还是叫我们念天 那么我对天是很恭敬 我认为天道也可以修 天道只要配合空性 就可以成佛 那么天道在利益广大众生方面 是有他的超胜